新人奉茶 后头浓厚的中式婚礼风格 除了有喜气的大红色 就连过火炉的火盆 夫妻对背集大红灯笼等应有尽有 这是潮州护镇事务所在今年度 平农县政府推的结婚州庆祝活动中 所架上的新背板 本着潮州是传统汽取故乡 因此希望以传统婚礼为主轴设计 让到访新人有新奇感受 潮州护镇事务所还有我们平农县政府 在各护镇事务所都办理了相关的庆祝活动 那5月14号到5月20号是我们结婚州 那潮州护镇事务所布置了传统的一个礼仪婚礼 有美人婆来美人婆新人敬茶 祝说吉祥话 还有那个结婚背板 礼物赠送给那个新人 政公所也加码赠送了一卡通 欢迎新人赶快来议约 赶快来登记 除了这个特色背板打卡抄袭金 当周护所也安排美人婆未来登记的新人 送上吉祥话 另外除了护所提供的超纸好礼 潮州政公所也特别加码 送出520限定一卡通对卡 希望新人朋友永远来结婚 非常感谢贫通县政府跟我们的潮州护镇事务所 办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因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太踊跃的想要去登记结婚 甚至生孩子 所以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共主家庭 结婚甚至生孩子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政公所有配合我们的互贞事务所 在下星期就5月14到5月20这段期间 那办我们结婚登记 那互贞事务所这边布置的非常漂亮 我们陈祥文非常的用心 那政公所也不能免署的加码 那我们有提供详情朋友登记 活动期间登记 就有一个2020520制作的这个一卡通对卡 超吸金背板搭配满满的超纸结婚小礼物 还有爱你爱你我爱你限定一卡通对卡 欢迎想结婚的新人朋友永远预约登记 索取爱的好礼 感受满满的爱与祝福 记者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